那最近呢有学生在问说 SSAT成绩呢考完之后 总成绩没有达到95%以上 那么这个成绩是不要提交呢 那我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要知道 如果我们说以申请加拿大的顶级四项为例的话 SSAT呢作为optional 如果你成绩非常优秀 那一定对你是个加分项啊 但如果成绩相对比较一般 也不是减分 那么如果成绩没有到95%要不要提交 你要看如下的几个板块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考试呢 分为verbal reading跟math的三个部分 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部分 就是你的写作啊 那么任何一个单校 如果认为表现的比较不错 那么都建议提交 比如说举例子 你的目标学校呢申请UTS多大附中啊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相对来讲呢 多大附中的华人的孩子是比较多的 所以涉及到SSAT成绩的时候呢 数学分数比较高的孩子相对比较多 那这个时候你要参考 你的总成绩中阅读 能不能达到95% 当然90以上也可以 verbal最好也是95% 如果把verbal跟阅读在一起相比的话呢 那么所有的教育从业者都知道 相对来讲 在阅读部分拿到高分的难度 要比verbal要大很多 因为verbal可以通过孩子的 dedication spend time and efforts而进行高效的提升 而SSAT阅读的精读部分考察的是学生综合运用语法词汇跟思维逻辑的能力 所以即便可能你的总分不是最高啊 比如说的学生他可能不太喜欢付出太多的时间去背单词 然而你的阅读单项的分数比较高 那么一定是建议提交的 同时还有在你的写作部分 我们知道在SSAT报名的时候呢 其中有各个小的问题啊 让你去填checkmark 那其中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是否想要孩子的writing sample 这是我们建议所有家长一定要check的 因为当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啊 如果你已经订阅了他的writing sample 就可以自己判断一下这个作文孩子写的好不好 因为虽然SSAT写作是不达分的 但是呢如果你提交给申请的学校 有学校的emission team仔细去看一看 通过写作 第一能看出孩子词汇量 第二能看到孩子的阅读知识面 第三能看到孩子价值观 最后当然能看到孩子综合的写作水平了 因此如果总结一句话 如果SSAT的总成绩不是顶级高的话 那你就要看看 如果你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单向成绩 也是非常棒的 那么建议提交